今天来给来人们介绍一款春南里面的红草红花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一款 而且它是不需要有任何春花条件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春南的红宝石 我手上这一棵是种了很多苗的了 苗子有在10秒左右的一个苗子 而且它上花上了很多 手上这一棵上了16杆花 现在零零闪闪已经有一些花已经拔剑绽放了 那等到它16个花包全部绽放的时候 那么这一棵的感官视觉那是非常震撼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瓶吧 花开的颜色你们看得到是一个非常红艳的一个颜色 在我这里没有春花条件的状态下 它开的颜色是一个挺红的一个色者 但是你们细细会发现 它这个绊的一个颜色上色是没有非常均匀的 那如果说温差够大有春花条件的话 它整体一个半的一个上色会达到非常匀秤的 不会说边缘的颜色比较浓 中间的位置是比较没有上色的 然后舌头的位置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这一朵为例 它的花舌看得到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花舌 那红色上面有一个非常明显一个黑点 这个是红宝石花开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在 并且我们从侧檐这边看得到 红宝石的一个舌是有起兜的 边缘是往上翘的 那么像红宝石它这个品种 如果说你们春花得好 而且并且有进行控水的时候 它的开瓶是会达到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椅子尖的 那为什么说它这个品种是属于一个红草红花呢 新芽发出来是属于这一种非常好看的一个紫红色的一个芽 那纹络是属于很清晰的一个纹络 成苗之后归为本色 也算是一个新芽是呈现鲜明意的花一双全的一个品种 那么在管理方面 红宝石也是一个花芹芽一个品种 手上这颗苗子这么多 就只有这颗第一代的苗子已经出现这样子一个退炒的一个现象 那其他苗子就从叶尾这边来看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它的珠形叶彩 红宝石的珠形叶彩在寸南里面是比较高条壮硕的 是属于这一种半锤叶的 还是比较飘逸的 你们看得到 等待它这个高条出价的一个花 那整盆的一个上盆效果就会更加的漂亮了 如果你喜欢红花 那么红宝石这个品种可以去考虑一下 因为它这个开瓶跟我们的最红素开瓶还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跟最红素最大的区别在它的蛇 红宝石的蛇是有带这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黑点的 那最红素的蛇属于那一种大圆蛇 整体你们可以看一下 无论近看还是远看 它的这个色泽还是蛮红艳的一个色泽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